Hello 大家好 我是楼莲教主 今天呢 想让大家探讨一下 一个话题就是 如何吉利自己 其实吉利自己重要吗 其实非常的重要 人都会在一个低潮的时候 所以 我们要该怎么办呢 第一我觉得 需要找人来聊天 第二呢 我觉得要找一些 这么样的视频来观看 第三我们觉得是有个热忱 就是爱你所做 做你所爱的事情 然后第四呢 就是采取大量的行动 然后第五呢 要找一些同路人跟你同频率的人在一起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要吉利自己呢 最好不要听太多人 跟你讲一些负面的信息 因为一般人呢 他讲的都是很负面 所以你要做一些 真的是有正能量的事 影响他们 不要给他人再影响你 其实你要问问自己 如果一些人跟你说 其实他有没有资格 给你这个建议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 我们的信念 跟信心呢 要坚持 要坚强 我们才可以 突破这个转位 好 大家我们一起加油 鼓励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